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部署战斗机 按照这个所谓的消息人士的说法 防卫省此举旨在行使日本的集体自卫权 日本身为澳大利亚的盟友 如果对方遭到军事袭击 理应及时向其伸出援手 至于防卫省认定 澳大利亚有可能遭遇的军事袭击来自何方 尽管这个消息人士没有明说 但是我透过朝日新闻的春秋笔法 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指定是我们中国没跑 报道称 按照消息人士偷入路的说法 日本防卫省将在未来分批向澳大利亚派驻战斗部队 每年至少派驻几个月 而且派驻的还都是日本自卫队的主力机型 包括F-15机 F-2 以及最先进的F-35 虽然防卫省提出的这个计划 看上去好像还挺遥远 但实际上相关的前期筹备工作早已在暗中紧锣密鼓的铺开 在今年八九月份 自卫队已首次向澳大利亚派遣了四架F-35战机试水 其目的就是为了今后自卫队在澳大利亚的常态化住房而投石问路的 虽然日本目前已在非洲国家级部体拥有了一个可以住房路字和海字的海外基地 但自卫队迄今为止还没有过在海外开展长期训练部署的先例 如果防卫省此次密谋的在澳大利亚派兵轮路的计划最后得以成功实施 那么这很有可能会给日本国内的右翼实力提供一个绝佳的抓手 让他们在做出挑衅 甚至是突破和平宪法的乖章举动时更加肆无忌惮 尤其考虑到防卫省计划向澳大利亚派驻自卫队的举动 从根本上讲还是冲着中国来的 这样的意图就更是让日本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游行冲冲 朝日新闻援引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院教授军事法专家水岛潮岁的话称 在澳大利亚轮流派驻日本战机的做法 等于是把集体自卫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美国以外的日本盟国 这就意味着自卫队将会逐渐被迫承担美军的部分职能职责 而势必会增加日本卷入武装冲突的风险 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宪法专家恒田信一则表示 往澳大利亚轮流派驻战机的做法 实际就是构成了自卫队海外部署的客观事实 而这样的举措在目前的日本是没有任何明确法律依据的 即使是援引日本国家安全立法赋予的集体自卫权 但这么做也很可能也是违宪的 因为这个口子一旦开了 防卫省就可以无限制的扩大集体自卫权的所谓适用范围了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完听完我对这则新闻的描述之后 心里都是什么看法 我的话则是在第一时间想到了一个很多年都没用过的成语 假图灭国 这个成语出自于左传《西宫二年》当中记载的一个历史典故 晋寻西 请以驱产之城 与垂集之弊 假盗于鱼 以发国 春秋时期 晋国想吞并其周边的两个小国 鱼国和国国 这两国家是盟国 无论晋国先打哪个 另一个都会发兵援助 为了离间这对盟友 晋国大臣寻西向晋献宫献上遗迹 他说要想将这两贵物的头套给摘掉 那就想方设法在他们之间制造嫌隙 虞国的国军瘫得要死 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将晋国的两件宝物 虚地培育的骏马和垂集出散的美玉 送给虞公这老小子 以此为由请求他给晋军让开一条道 好让我们过去把国国给削了 晋献宫起初还不乐意 但是后来想想这骏马美玉送给余国 也不过就是暂时换了个寄存的地方而已 而且人家还不收保管费 这种买卖不亏 于是便同意了寻西的计策 随后晋国有意在晋国边界制造事端 最后终于找到了法国的借口 晋国虽要求余国借到 好让晋国过去法国 余公拿人手软 只得给晋军放行 余国大臣公子齐再三劝戒余公 此事万万不可 余国两国唇齿相依 国国一王势必唇亡齿寒 晋国到头来是不会放过余国的 不过余公对此却不以为意 在他看来为了保住一个弱蒙 而去得罪一个强龄 那才是真正的傻瓜所为 最后余公不顾朝臣反对 执意为晋军大开 方便之门 弱小的国国哪里是强劲的对手呢 没有余国的援兵相助 士丹利伯的国国很快就成了晋军的囊中之物 而在晋军班师回国的途中 为了继续迷惑余国 晋献公还令部队将法国所得财物 分出了许多给余公 余公得知大喜过望 而晋军主帅李克则趁势向其提出要求 谎称自己在法国期间不幸染样 咱不能带兵回国 旺将晋军住在余国都城附近 再次拿人手短的余公 又一次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不久之后 晋献公以迎接法国凯旋之师的名义 亲率大军前往余国 余公闻之出城相迎 献公邀请余公出城打猎 余公欣然搭运 就在两人逐鹿期间 余国都城突然城门失火 余公闻讯匆匆赶回 却发现国都早已被里应外合的禁军给侵占了 至此余国覆灭 余公和国公一样都成了亡国之君 只有晋献公笑到了最后 在攻下余国之后 左右为他带回了当初为假徒灭国 而献给余公的骏马美玉 献公见之不由感慨 玉还是那块美玉 就是骏马看起来苍老了些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花费这么长的篇幅 和大家解释这个典故 就是因为我在如今澳大利亚的身上 仿佛也看到了当年余国的影子 就如今日本这点金粮 他们说要替自己的盟友出头 派兵和我们搞正面对抗 这话你别是说给我们中国人听了 你试试说给日本人听 看他们能忍住不孝不 地缘政治又不是简单的四则运算 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贵物 总不至于真就觉得 他们加起来就能和中国掰手腕了吗 葛优在《让子弹飞》里头的 那句名台词是怎么说的来着 我们没胆子剿匪都是借剿匪之名 但是敛财的胆子还是有的 而且还很大 我看这话稍微改一改 拿来形容如今正盘算着 怎么往澳大利亚派驻战斗机的 日本防卫省也是合适的 我们没胆子反华没有那个实力知道吧 但是借着反华的油头 变相占盟友便宜的胆子还是有的 而且还很大 严格来说假图灭国这个典故 直接套在这桩新闻上是不完全准确的 因为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昨天的国国 我们的综合国力可比当年的国国强太多了 非要找个对比项的话 我觉得怎么着不得是春秋之五霸 战国之七雄 而且还得是五霸七雄里头 排名最靠前的那一批 至于如今日本的实力 说句不太客气的 称死也就是战国末期三进之一的水平 远不能和现功时代如日中天的晋国相提并论 除非岸田文雄内阁和防卫省里头 一些激进派官僚 真是被那点从福岛湾里捞上来的 发光生鱼片给吃成了脑子 否则我实在很难想象 就这样一个连前领导人都能在大街上 被无名刺客用土质线带给两枪带走的国家 还能有那个比天更高的傲气 跑到离日本列岛十万八千里远的画外之地 就为了履行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集体自卫的承诺 把自己架在南海对峙的第一线 和扶摇直上的中国正面对抗 但是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日本只是借着联合抵御中国的由头 一来侧印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冲击和平宪法 二来利用权责之变逐步扩大日本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 甚至最后实现纠战雀巢 这个就连日军在二战期间都未能达成的夙愿呢 那我觉得防卫省打的这个算盘就说得通了 都说无力不起早 防卫省之所以明着打反华这张牌 那就说明这个计划背后是有利可图的 不然就日本人那个爱打小算盘的民族性 我怎么着也不信 他们会为了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 而把自己最先进的战斗机派驻过去 图什么呢 日本自己都还不够用呢 反华只不过是个由头 最后能不能把中国给驳倒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日本通过这个契机占到了便宜 无论这个便宜是从中国身上占的 还是从澳大利亚的身上占的 要照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澳大利亚 可能比昨天的渔国还要惨一点 渔国最后虽然还是被靖国给纠占却巢了 但渔公先前好歹是收受了靖国赠予的骏马美玉 以及靖国灭国之后相送的一大批金银财宝 至少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 该拿的不该拿的都拿了 该享受的不该享受的也享受了 尽管国家无了 但至少以渔公为代表的渔国既得利益者集团是不亏的 而反观如今的澳大利亚呢 岸田文雄政府甚至都没开口说要赠送他们 雷克萨斯的小轿车和严手线的黄金 他们就鼻涕冒炮的把自卫队的战斗机 给迎进自家的空军基地里来了 渔公当年手短 那是因为拿了人家靖国的好处 你说你澳大利亚今天嘴软图什么呢 他日本甚至就连因为中国拒收而滞销的海鲜都不肯便宜你们 你还上赶着开门几道呢 这不就是吴金说的那啥吗 见不见呢 也不知道要是县公 渔公和国公 这三位现在要是还活着 看到如今发生在日澳这两贵物身上的这一幕 心里会作何感想 或许在千百年后 当我们的后人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 编转一步他们那个时代的左转时 主笔人会在巨华战澳这个典故的下面 为他附上这样一段注释 公元20XX年 日本欲借反华之名侵吞澳大利亚 日本首相仅以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为由 无需良育骏玛美女之利诱 澳方便欣然开门相迎 派兵进驻后 日本无胆对抗中国 却趁机在澳暗中作大 最终纠战雀朝 所谓巨华战澳 后世多指以替对方出头为名 而行灭亡对方之时的计谋 一座假华灭澳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